很多人来说这个经验是什么 我面前这里呢就有三盆这个莫花 这是一个小缸 这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盆 还有一个比较矮的盆 这三个呢都是一种网莲来的 我用这个大盆来种把它种成一个莲花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三盆有什么区别 这里可以看得到基本已经快要全部刮掉了 再看这一盆 这一盆呢虽然还没有全部刮掉 但是长得也不好 最后再看这一盆 这一盆最矮 但是它长得就是最好的 这个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经验 这是种这个网莲 种这个品种的网莲 就不能用太高的盆 就不能放太多的水 这个就是经验 所以经验这个东西呢 很简单 只要你经历过了 你就能得出来了 等到下一次你再种这个品种的网莲 你就知道了 你就不会再用这么高的这个 钢来给它种了 因为它种好 今天你们看了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相信我 那你就能把这个经验写过去 如果你认为我是做假的 是故意做成这三盆 这个样子来对比的 那你看我的视频呢 就是白看我的 一点经验都没写到 所以 有时候呢 谁会相信别人 它也是一种经验来的 有时候 我会相信你 我会相信你 我会相信你